你 你别 我知道错了 爸 没出息 我和你妈妈 花了这么大力气 送你上大学 你就这么图达 老师 小学姐 小学姐 你骂她 你训她 你就是把她打成照片 也没有用啊 爸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但这次你真的要帮我们 不然那个替我考试的女孩 会因为我受牵连 会被学校开除的 我说你 脑子进水了 你自己闯了这么大的祸 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都难保 你还想替别人求情啊 我跟你爸爸接下来 真的是有事情干了 没错 这上海这么大 我们不晓得要找多少关系 看学校是不是能够保证 不开除你 妈 要保先保她 什么情况啊 你跟妈讲实话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女孩子 所以才决定不出国留学的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气死我嘞 叔儿 妈 不管怎样 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 妈 我求求你 这次帮帮我妈 其实 你干什么你啊 男人青下有黄金 你给我起来 起来 妈 你先答应我 好了好了 而且起来我们再讲 好了 真是的 搞什么名堂 真是气死我了 知道报纸的具体年份吗 还真不知道 那我怎么帮你找 拜托了 一定要帮妈忙好吗 谢谢 想明白了 现在想明白也不管 你得回国书呢 王老师 我知道 人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 负责任 替考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减轻我的惩罚 是把错误都加到手头上 这不公平 你不是来教会国书的 王老师 学位证和毕业证 对我和沈后都很重要 我不求您能原谅我们 我只是想请您 能让我和沈后都延迟一年毕业 可以吗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你既然破坏了规矩 就得是老惩罚 现在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了 而且我是给过你机会的 是你自己的接受 好 我明白了 王老师 这是我帮您找到的资料 我知道您在做 民国实际云南地区的 货币金融体系研究 所以帮您找到了 关于电币的资料 我走了 老师 等等 袁小辰 我希望十年以后 你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 谢谢王老师 小辰 小辰 部长 小辰 中大证券的资料找着了吗 找到了 给我拿一套 小辰 小辰 你怎么把你中大资料给碎了 我的天哪 我碎错了 我该碎都我没碎 哎呀 天哪 小辰 什么资料啊 对不起啊 部长 我再重新给您打一份 我 对不起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没有 你要是累了的话 就好好休息一下 资料不着急啊 你一会儿给我就行 看见没 心思早就不在这儿了 那件事儿我真在处理 还得再等等 没事儿 你下午不上班吧 那我一会儿到MG楼下见你 好 拜拜 上车吧 咱们干嘛去 在事情摆平之前 我只想到这个办法 能让你开心了 去哪儿呢 你先上车 这是哪儿啊 目睹古镇啊 你没来过吗 看来我选对地方了 走吧 晓晓 我爱你 你好吗 我在 这几句 你最想听的哪一个 我在 放心吧 放心吧 我在 电话 接个电话 喂 妈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知道了 谢谢妈 怎么了 晓晓 咱们事情解决了 怎么做到的 你别问了 反正就是解决了 只不过是 需要受到一点 晓晓的惩罚 但是 总归我们能顺利毕业 这件事你就别放心上了 都已经过去了 守候你们家 你们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个 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晓晓你怎么了 我没事 怎么了 不是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您哭干吗呀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知道 我就是高兴的 晓晓 你放心吧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晓晓 这是我第一次看你哭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哭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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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别客气了 来 喂 两宝吗 什么 你问邮件发到哪里干什么 我只是想确认自己的猜测 是系里的公共邮箱 邮件题目指明了给宏观经济学王万宇教授 你自己去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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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